台上來進行今天的合照部分好嗎 今天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時刻 邀請我們冠西生意的李董事長 李文森 董事長請再次上台 有多一份用心給自己的肌膚 攝影大哥們 OK嗎 大姐們我們的媒體朋友 最後五秒好不好 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劇情 那接下來呢 支持我們在現場 讓大家有更多的拍照需求 打開上 先請攝影幫我們留下 伙伴們的合照 請大家上台請小心 我感覺我好像在演講 好 再往後一點 再往後一點 可能要分成前後好不好 來 18歲的都往前 18歲以下 18歲以下往前喔 這瞬間大家跟我聽 好 誰要先開始 對 對 你覺得動靈會最關鍵的保養技巧是甚麼 就是讓你一直包含那一件事 我覺得外在的保養當然是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動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心態 就是心情上的美麗 我覺得讓女生就是可以更亮麗 因為你的眼神、你的笑容可能都會影響到 所以肌膚的照顧的光澤、保水度 這當然是基本分 可是我覺得心理上的被照顧也很重要 尤其是像我們現在這種年紀 真的就是蠟燭好幾頭在燒 又是工作很忙、家裡很忙 有時候常常真的是忙到就覺得心力交瘋 所以常常有時候我會跟老公講說 一陣子我就要跟我的姊妹 就是要有可能 因為我老公規定是不能過夜 然後但是我的姊妹們都覺得說 甚麼老公管這麼多 為甚麼不能跟姊妹過夜 我老公說當然不行啊 但是她還是會給我一個時間 就是如果我跟她說 老公我最近真的很需要姊妹的陪伴 她就會讓我跟姊妹們 就是可以安排一天的行程 那我就會覺得說 女生有時候很奇怪 可能跟姊妹就是聊聊天啊 然後喝個咖啡、喝個小酒 我們就會覺得 好像把那個負能量釋放掉這樣子 然後有人同理你 就會覺得自己在那段時間 會身心再去調整一下 達到一個平衡這樣 她怕我被搶走啦 我自己說的我不知道 對啊她可能擔心安全吧 就是如果都是女生 然後出去 然後我又很愛喝媽咪juice 所以如果喝一喝太開心 她怕危險之類的 對 但是因為她也不會跟我要求 就是 就是常常要出去過夜的行程 就是除了錄影之外 所以我覺得我也還OK 對 就是這種規定我覺得OK 誰比較愛漂亮 誰比較愛漂亮 我老實說我覺得她比較愛漂亮 就是她的包袱比我 可是她平常的時候又很邋遢耶 我覺得這也不好說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從錄了YT 就是情人Play What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們兩個超沒包袱的 我們常常突然就是 下就是去潛水 然後才剛下完海回來 沖一沖 沒有化妝 然後也沒弄頭髮就開錄了 然後我都常常跟她 她動不動就手機拿起來說 欸來講一段喔 我就說 欸你可不可以 我現在不只是女生 我還是個女藝人 我說現在都是大素顏 可是我覺得現在在YT上面 大家也很喜歡這種 比較真實呈現的感覺 所以我們兩個都很沒包袱 可是你說真的有重要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她會更在意自己 在台上的整體表現 我覺得她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對 除了不只妳作業 還對妳有什麼另外的要求 就跟男生聯絡會怎麼樣 跟男生聯絡這當然不行啊 對 可是我們中間也有共同的朋友是異性 然後呢 那那個朋友呢 常常就是 因為我老公比較早睡嘛 然後我是比較晚睡 然後呢 所以我常常那個異性朋友也是很晚睡 所以我們常常半夜 兩個人就會在那邊來來來去啊 但是我老公都在旁邊都知道啊 他也覺得還好 因為我都跟他說 那個異性朋友雖然長得很man 但他真的很像我閨蜜 因為他在他們家的地位 是我在我家的地位 所以我們兩個人會互相就是 就是吐苦水這一種的 對啊 算是我覺得這一種的相處是可以 可是如果妳說 我要單獨跟男生出去 這樣我老公應該不行 他會怎麼樣適合 因為我從來沒發生過耶 我真的很奴性啊 就是也不是奴性 我覺得婚姻就是互相尊重啊 就是他不喜歡這樣 我都不會刻意去踩他這個線 讓他不開心 對我覺得也沒必要 所以結婚以來都沒有跟男生單獨出去 單獨 妳說如果是出去玩的話真的沒有 從來沒有過 這樣很誇張嗎 還好嗎 我就看到妳認同我的眼神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彼此知道彼此的界限在哪裡 這樣子 就可以維持回應 那妳一直保持那麼瘦的人 在飲食上有沒有什麼 妳人好好喔 我真的 妳真的很瘦耶 其實真的還好我很瘦 而且我剛剛又說 因為我其實真的是十兩很大的女生 然後而且我又 新年才開始爬山 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大家都不能出國喔 所以一直在找不同的玩法這樣 那後來其實真的讓我去 開啟爬山這個動力 有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我每一次爬完山 第一件事情 我只要走回登山口 因為只要有腿的人 你都要走回來 你走上去很累 你已經覺得走到快要往生了 可是你不走下來 那你怎麼回家 你就是咬著牙 你就到處自己說 我可以我可以 然後你就撐下來了嘛 撐下來之後第一件事情 一到登山口出發 我就說王虎現在幫我看 我消耗多少卡 他就說 今天消耗1700多卡 我問你 你去跑步健身房 是可以跑1700多卡嗎 絕對不行啊 像我這麼會理財的人 我就對數字很計較 所以我一聽到1700多卡 哇 燃起我那個鬥志 我就覺得說 爬山這件事情可以做喔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報酬率一天走一天 就消耗了1700多卡 我根本這輩子 做那個什麼重訓啊 跳舞都不可能啊 所以我就因此 就現在我老公 只要約我去爬山 我就說OK 但是我就是每天 他跟我報告說 我今天到底消耗多少卡 評率的話 評率的話 我之前其實 近期來講就是一個月一次 可是一次就是 上一次是去走百月 走了四天嘛 然後每天都消耗這麼多卡 我下來的時候覺得說 哇自己一定會報仇 然後又很開心 結果下來那一刻 我一站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去站體重機 我胖了1.5公斤 我想說這太沒天理了 我已經走到 感覺人都已經重生了 你知道 然後怎麼還胖了1.5公斤 我後來才發現說 喔原來 我們住在 一直待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人是會水中 所以我們過了兩天之後 立刻就瘦了2.5公斤 我就覺得 這樣合理這樣合理 所以像現在的話 因為一直下雨啊 就不可能常常爬山 但是我就會 每天的weekend就會 只要一枚下雨 我就會約我老公 因為我們住頭城嘛 頭城很多礁山 我就會約他去爬礁山 那可是爬礁山 對仁府的運動量就不夠 因為對我來講 我已經覺得很力竭了 然後可是他就會增加難度 就是上上下下來回跑來找我 就是他都走我前面 會等我 他就會咚咚咚再跑回來 然後我就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咚咚咚 又再跑回去 所以他的 他的就是自己去增加他的量 對 那你有反過 你會這樣總共受勤嗎 老實說我真的 以我補充的能量來講 我的體重真的沒什麼太大改變 可是我覺得是體型 因為就是之前可能生完 都真的休息很久 都沒有好好的運動 除了去滑雪 那後來疫情開始之後 就也都不能出去 所以就等於真的沒有好好的運動 可是我最近就是我們在主持的時候 我的服裝師一直以前借我的褲子 都有點肥 他最近都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因為我褲子就是每個禮拜都要夾 越夾越多 到後來變夾很大一撲啊 我就說其實我真的沒有做什麼事耶 就是爬山 然後跟每天我現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只做一個運動 這一個動作 然後我一天做250下 也不多 我就只要250下 然後我就每天記錄他的改變 但我現在還沒到可以公布的成果 到時候再跟你們分享 對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做到現在一個月 我自己看照片 因為我一個禮拜就記錄一次 我覺得照片上有很大的改變 改變最大 要 因為生完之後 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的肚子 然後尤其早上起來我都覺得超瘦啊 可是只要你一喝了一杯咖啡 吃了早餐下去 嘟嘟就出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 所以現在是有馬甲仙之類的 等我可以跟妳看 哈哈 所以妳說 有時候會有一些曬 曬白 對 那妳都會突出 我覺得爬山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防曬就要先做好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預防其實重點治療 但是有的時候 因為像我很白 然後我不只是爬山 其實我們家夏天到也都是在海邊 然後我只要那個一感光之後 其實我就是會長班的人 所以我其實真心的覺得 像我們今天就是推薦的這個產品 其實它的修復能力真的很好 因為我都會習慣就是先拿到產品之後 自己就先用用看 所以我那時候一用完第一個禮拜之後 其實我就有跟經紀人講說 我說欸 我說它修復能力真的很好欸 因為我每次上山下來 雖然覺得卡路里上獲得很多 可是其實 因為妳在山上沒有辦法完全做保濕 妳也不可能敷臉 然後妳又曝曬 所以只要肌膚一乾 都會長皺紋 所以我就是用那個 他們的那個彈力冰球 做重點部位的加強 對 我也不會塗整臉 因為那瓶也蠻貴的 對 所以就是重點部位的去加強 比如說特別有細紋的部分 或是有長斑或是有痘疤的地方 我就是用那個做修復 其實我不太能做美白欸 對 因為我的皮膚很薄 然後因為薄它很敏感 所以我很容易如果用美白的產品的話 都會過敏 會紅 或者是突然就這邊癢那邊癢 尤其像現在的季節 其實大家多多少少應該都有一些過敏上的問題 對 所以我其實不太常用美白產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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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事情 很多啊 我都沒想過我的人生 還會去山裡追水路啊 因為 而且你要想像那個狀態是 你爬了幾個山頭 已經累到 真的是你無法形容的累了喔 但一說 欸那邊又可能有水路出沒 然後我們就去追水路這樣子 追水路多走大概最少有 那是水路啊 山水路啊 長得很像馬的動物 但這麼大隻 但是它是路 對 但是很多高山上 像嘉明湖就很多 然後可是我們那時候就特別去追他 我就走到一半 我真的懷疑人生 我想說我到底怎麼了 也還不夠累嗎 到底有什麼好追的 可是你就是會當下到了那個大自然 就是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 比較特別的經驗是 因為我那時候要上高山嘛 然後我就很害怕 所以 我 因為我有氣喘 心臟症很好 然後我就很怕我有高山症 然後我老公永遠他都有去名言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然後呢 他就說沒有那麼容易高山症 我就說OK 好好好 那我就跟他去了 去的時候我也真的覺得自己沒有事喔 然後那一天晚上 因為爬山都很早起 所以那天我們十點鐘就睡覺 然後十點鐘睡覺的時候 我凌晨一點就醒來了 醒來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就一看了 我想說完蛋了 我怎麼會一點醒來 我說那這樣子五點 我要怎麼樣跟大家去爬山 我怎麼會在這麼奇怪的時間醒來 然後自己還在很懊惱的時候 我就覺得胸口很悶 然後一直呼不到氣 然後頭痛心急 我就想說天哪 這是什麼狀態啊 我以為我氣喘發作 然後我就一直在吸氣喘藥 然後那個鼻子擴張劑什麼 都一直在噴喔 然後因為我又沒有跟我老公睡同一個帳篷 然後大家都很累 我又不敢吵大家 所以我就在那邊一直想辦法處理 結果我都用完藥都沒有緩解 然後我就只能這樣坐起來 真的是坐在帳篷裡面 然後就一直這樣 坐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為什麼不去叫你老公啊 我真的覺得我好愛他喔 我就怕他沒睡好 所以我就不敢去吵他 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那個叫做高山症 然後結果我就這樣一直坐 坐到大概快兩點多 然後我覺得好像可以舒緩一點了 然後什麼衣服通通穿 然後坐在那邊上去 然後躺下去咪咪糊糊又睡著 可是第二天起來就還是喘啊 然後心寂嘛 然後結果後來導遊才說 喔你那個高山症喔 然後就先叫我喝美式咖啡 然後喝完我說好 我知道我沒什麼幫助 然後因為那天我們要公家明湖 我們一開始就走很高的一個山坡 我們那天翻過好幾個山 第一個山 然後後來我朋友給了我半顆威爾鋼 我現在才知道威爾鋼是可以救命的 真的 然後我吃了威爾鋼之後 出發 一開始還是很辛苦 就是那個症狀病沒有 我馬上緩解 然後走走走 快要到家明湖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治療了我的疾病 還是威爾鋼真的有它的用處 我就突然間就好了 所以後面的行程就沒有耽誤到大家 因為我覺得在高山上其實最怕不舒服 其實是怕連累了你的隊友 對啊 然後你除了自己很不舒服 整團的人 因為只要有一個人不能前進 全部人要跟著後退 對 那時候其實是心理負擔很大 然後但我現在就會跟我老公說 老公麻煩你去爬山請被威爾鋼 而且我都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威爾鋼 還要請他好好做個功課 了解一下 他還自己去買威爾鋼 我不曉得 但後來被我幫你貝威爾鋼 因為其實請我吃威爾鋼的那個朋友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很好的異性朋友 對 但是他很man 而且他老婆很漂亮 他說你不要每次叫我閨蜜 人家以為我是喜歡男生 但是是我們的相處 對啊 然後我想任父應該會找他拿貨吧 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其實爬山是很棒的 但是就是自己要有一些預備 然後該準備什麼 然後要多做一點功課 剛剛講這個 趙山症是多久以前發生嗎 就上個月的事 上個月而已 就是要去爬家裡 對 就爬家裡 就上個月嗎 對 對 是第一次 第一次 對 所以妳真正開始這樣爬山也是這一年的事情 其實也才沒有 就這兩個月的事 講得好像 妳已經開始這一兩年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很新的新手 但是我很認真 因為我以前花很長的時間看股票嘛 然後早上看台股 晚上要看美股嘛 假日還要看看就是國際情勢這樣 然後可是我現在每天呢 我的AFB跳出來的都是登山社團 然後Youtube在看的也是每一個Youtuber在分享的登山社團 然後我老公說到底有什麼這麼好看 不就同一條路嗎 我說不一樣啊 他爬過的拍出來的就是這個階級的 可能是初級班 然後他介紹的中級 他介紹的是配備 他介紹的是天氣 我說每個人介紹都會不一樣 我每個人都要看 對啊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在看這些登山資訊 現在嗎 下一個計畫 我們馬上要攻南橫 因為南橫就是封閉了13年 然後據說現在的神態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很想要去南橫 但是因為南橫的話 我覺得爬山很看天氣 當然很多人下雨還是會造常上山 可是我覺得 因為就像我講 我不想造成大家的困擾 所以有一些其實真的是要手腳並用 我都懷疑自己是一隻山羊 在山上走路 因為那種狀態我會覺得 如果下大雨的話 我們就會取消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民宿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大家共體事件 所以我們的人工常常都非常的感恩 然後他們感恩什麼呢 他說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的老闆不是靠這個吃飯的 因為他們就會 我們就是不影響員工 對 所以他們會覺得還是有被好好的照顧這樣 那因為我們不是靠民宿吃飯就還可以撐啦 對 但是對於民宿來講 我相信對於很多很多的服務業 然後包括我身邊的朋友 在餐飲業的 其實大家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都 這段時間都很辛苦 那妳有算多大概 一萬歲 我不敢算 到現在半年沒有節奏 對啊 就這樣 這樣比較開心 這樣可能狀態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媽媽煩惱太多 就開始越來越憔悴了 枯萎的花朵 但是等於是拿妳們兩個 演藝事業的這些 其實還不到這地步 對 其實沒有啦 員工是開玩笑 就是這樣他們壓力比較不大 但是其實 過往 不會因為已經要進入第八年了嘛 那其實 過往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自己的營運狀態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現在有開始接到那個 暑假的訂單嗎 有啊 暑假是我們那邊的大網 總結訂單跑得很快 然後大家現在 可能也比較 知道怎麼跟疫情共存了吧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的心態 其實就是 客人的心態也都調整得很好 對 然後那當然我們這邊也會給客人 大家的空間 嗯 欸我們都很好欸 我想說我是 天選之人 天選之人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跟仁甫 我們錄影都是 就是沒有戴口罩 然後因為我們都要接觸很多人嘛 所以 目前為止是沒事啊 目前為止都很好這樣 中間一度有點緊張 因為小朋友那時候 一回學校第一天 就說老師確診 然後就叫回家了這樣子 然後一叫回家之後 因為我也很緊張啊 仁甫他們那時候要辦演唱會了嘛 剛好五月那時候要彩排 要開始排練 然後我就把我女兒關在他房間 我說你都不准出來喔 然後我送飯 他就 然後那個這樣递出來 我很養酒精這樣 全身這樣一直噴 然後他說媽媽你很過分 你為什麼把我當成病毒 我說為了爸爸 為了媽媽的安排 你還是噴一下嗎 對 他那時候有就是 常常 但他覺得很好笑啦 他就是覺得說 媽媽真的很緊張 很認真的在做防疫 然後就會 他們自己也很小心 所以都會隨時戴著口罩 所以我覺得目前都還好 對 那兩次都打疫苗嗎 有 兩個都剛剛打完第三劑的疫苗 對 然後打完之後 女兒就會說 他頭痛 每天頭痛 他只要一喊他頭痛 媽媽的心就 嗯 揪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就是 該做的防護 我還是選擇讓小孩去做 所以我剛剛在訪問的時候 有媒體在就是訪問的時候 我一直在流鼻水 我說妳要很緊張嗎 他說 嗯 還好啦 因為我剛剛打完疫苗 我說那就好 那天我才請教一個專家 就是呢 因為像我跟佩真一起做節目嘛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會叫東西到化妝間吃 然後請大家吃 我都是跟她 我們訂餐的時候 我都會說 佩真都會先講說 欸我只要一口喔 就跟她經濟人分 然後她說 我只要一口其他都妳的 然後呢 那我都是跟她講說 欸 我要一個人一份 而且我要大份喔 然後一開始我們合作的時候 佩真就覺得說 嗯 妳一定是女藝人就是很假 說妳很會吃 但實際上吃很少 然後每天都在那邊就是 講說自己吃很多 結果她跟我相處了三年 她說妳好可怕 妳怎麼可以吃那麼多 然後每天我都會第一個說 要喝手咬杯的媽媽 就很不健康 然後可是 我後來就請教那個專家 他說 人是會這樣子的 有一個理論就是 因為我從小就是吃這麼多 所以我的身體會習慣 我有這麼多的熱量 它就不會囤積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消耗的空間會比別人大 可是如果妳是常常結識的人 妳的大腦會告訴身體說 它常常飢荒喔 常常沒有缺 就是很缺食物很缺熱量 所以它就會鎖住不燃燒 它就會燃燒得很慢 因為妳常常結識 所以其實後來大家都說 比較健康的結識方式 不是 比較健康的瘦身方式 是要飲食均衡的調配 然後加上運動 而不是結識 可是我們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真的都結識過 因為以前很有成就感 反應差不多是瘦一公斤 可是現在代謝變慢 真的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回去跟我老公講說 今天專家說 因為我的起跑性一直給這麼多 大腦就覺得我每天有這麼多 所以我都吃這麼多都沒有變很胖 所以我一直勉勵自己不要吃太少 因為我怕大腦以為我饑荒 它就不燃燒 我覺得年輕到現在的保養都有走過很多冤枉路 像比如說剛剛有講到那個搬的問題 其實我以前我就是很容易有搬 可是以前真的有亂差很多 然後還有一個是每次說很貴很貴 然後可以有去搬效果 我真的用完我真的覺得我怎麼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就會覺得那錢都打水漂 所以我覺得到後來就變成我很注重防曬 因為我在外面的時間真的很長 但是防曬完之後的補水 我只要有鋪曬之後回來 我的補水工作就是肌膚的補水工作 就會加倍加倍的做 所以像我的保養程序也會在我消耗完之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就是會三瓶一起用 可是平常我就覺得不要那麼挖錢 我們就重點的時候看肌膚缺水我就用水 如果需要修護的時候就用修護的這樣子 對 班也是一樣 加倍的做 加倍的做 就比如說我以前可能正常的保養 就是一個禮拜敷一次面膜 可是加倍的做我就是每天會敷 我每天都做保水 然後如果我肌膚狀態很好 你知道媽媽真的還是有點惰性 我最近覺得自己狀態很好 我可能會兩天沒擦保養品 對 像前陣子疫情很常就是一個禮拜都沒有擦保養品 然後還覺得說自己肌膚狀態怎麼好像還行這樣 對 所以就是看肌膚狀況做調整 因為我覺得女生還有一個是荷爾蒙分泌跟月經的問題 其實也會有不同的肌膚狀況的困擾 所以都要針對就是自己那時候的狀況去做調整 剛剛在台上受訪的時候有講到說 因為我們現在很常常跟年紀姐妹啊 我們一起錄影 這個也會給你很大的刺激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沒有啦開玩笑的 但是我 對啊 她身邊真的都是漂亮妹妹 然後 而且都狀態都很好 然後而且每一集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漂亮妹妹 身材又很好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個年紀的女生 其實包括男生也是啦 可能已經不是在只看外在 當然外在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你不能把自己 因為其實像你看我們小時候 我現在四十幾了嘛 我們小時候在看四十幾歲的時候 會覺得已經是大神的年紀 對不對 可是現在你在看四十幾歲 所以演藝圈四十幾歲 女生其實狀態都很好 我覺得那就是真的有在花時間照顧自己 所以我那時候生完小孩之後 本來不想再回演藝圈 我想要好好陪小孩 可是仁甫很鼓勵我 我媽媽也很鼓勵我 就是再回來做我的工作 那我很感謝他們那時候鼓勵我 因為回來之後你真的會比較 更照顧自己的狀態 對 所以我覺得 照顧自己這一塊是蠻重要的 妳會盯她那個 不玩意 就是看播出 她跟女生也會互相 我已經 我跟你講我真的很久 沒有時間看她的節目 然後我都是 我女兒會貼給我看 什麼 女兒幫妳盯著 對 就比如說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年紀 我們已經不會去吃這種醋 或是計較這種事 可是小朋友 那妳還是會貼什麼樣的題材 的那個給妳 對我現在就要跟你講 什麼狀況 就是比如說 他們在玩遊戲 一定會比較近距離結束 要背啊 要抱啊幹嘛 都很正常 那可是呢 有一些藝人可能習慣就是 他可能也沒有多想 就是會覺得說 我跟你很熟 所以講話就會這樣搂著啊 靠著啊 然後就會拍啊 抱著這樣子 他說 女兒不行 對 因為小朋友嘛 青春期的小孩說 媽媽 他為什麼一直抱著爸爸 你看他只會講話 就一直搂著爸爸 那時候還這樣靠著這樣 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老公 女兒貼給我看的耶 他說哪有 我說可是有耶 他說我根本沒感覺 我說好 好 就只是這樣 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現在盯得比較緊的是 兒子跟女兒 沒有啊 是一直跟 徹底的展現男性的本性 就是沒有 對啊 他都會說 我沒有感覺到 但我覺得還好 這都是工作上正常接觸 對啊 我其實從以前的習慣啊 我就是做臉部保養完之後 其實我都會 手上都剩下的 我就是真的會擦脖子 對 那像現在的話 到了年紀更長了 我覺得滋潤度 營養度都要提升 所以像這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 金色的那一瓶啊 它就是有一個按摩的頭 然後你就可以先擠出來之後 就把它這樣子 在你覺得很在意的 緊紋的部分 做加強的保養 你剛剛也有講說 老公現在很會撩你 很會耶 他到底求生欲有多強 對 像 我剛剛在臨房的時候說 電子臨房的時候 就是像我們昨天才看到一段 然後 這是多久以前去的 就 沒有上 上禮拜 然後我們昨天在看 明天要播的片 然後呢 就有一段 我在看到那個玄武岩 然後我就說 哇這個玄武岩長得這麼漂亮 大自然真的好美喔這樣 他又說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他也很常召我 所以我覺得他只是在召我 然後結果他又說 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說會嗎 我覺得大自然很漂亮 你看這麼重力這樣子 他說我覺得大自然再怎麼美 都沒有你美 然後我就說 你真的會撩耶 然後昨天我們不是在看 我們明天要上的片子嗎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剪接師在裡面 不知道跟他討論到 哪些景點的片段 要怎麼調整 他就說 對啊 你看那些景點再怎麼美 就沒有我老婆美美 我說這裡又沒人看 你在這裡也要撩就對了 就在我們的群組裡面這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婚姻的維繫 真的 其實男生女生 我覺得都要努力啦 我努力的是 盡量找到我們共同的嗜好 然後盡量就是有時間 陪伴老公 就不要覺得說 生活已經流於形勢了 所以就不跟另外一半溝通 現在是我們太會療癒 對啊 所以大家都要努力啦 男生也要努力 女生也要加油 真的不容易 很久沒看到大家了 謝謝 愛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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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